伊宁通见有这样一句话 说 太祖朱子 燕王善战 宁王善谋 意思是朱元璋 二十六个儿子里面 燕王朱帝善于作战 宁王朱玄善于谋略 朱帝英勇善战 这个不消说 大伙都知道 朱玄其实比他更猛 朱帝二十岁就翻北平府 而朱玄十三岁便封为宁王 十五岁就翻大宁府 朱玄的封地比朱帝更靠西北 直接与蒙古接壤 真正做到了皇子守国门 明朝立国之初 残忍蠢蠢欲动 冤将不稳 朱拳的王爷日子过得酸爽无比 过一段日子 又会奉命出征 参与打击蒙古骑兵 将曾经嚣张跋扈的蒙古骑兵 收拾得服服贴贴 朱元璋高兴坏了 正如北部优矣 二一三九八年到一三九九年 明朝接二连三发生了三件大事 一是朱元璋死了 二是朱允文登基为帝了 三是朱帝打着清军侧 进国男的旗号造反了 朱立这次发起静难之意 没有经过长期 充分的准备 多少有些汤促 起兵后 他身边没有多少兵力 只有区区数万人 这点兵力怎么打仗呢 朱立把目光盯向地底 凝望朱拳 这是因为 朱拳拥有一支强大的常规部队 代价八万 格局六仙 所属朵延三位骑兵皆骁勇善战 如果能把朱拳拉拢进自己的队伍 该有多好啊 吴德大明 段辽东 取编习住战 大事记忆 朱立这样想的时候 哈喇子都流了出来 可是 朱立想拉拢朱拳 建文帝何尝不这样想 建文帝害怕朱拳投向朱立 派人照他进京 朱拳左思又想 已不能响应朱立的号召参加静难之意 又不能轻易倒向建文帝 毕竟 建文帝此前主张的消费 损害了自己的利益 他决定采取中立策略 谁都不帮 坐山光虎斗 三看到朱拳态度暧昧 朱立坐不住了 1399年10月 朱立率领大军抄小道来到朱拳的地盘 朱拳以为朱立是来攻打自己的 做好了战斗准备 没想到 朱立把军队驻扎在城外很远的地方 竟然单枪骑马进城来见他 一见面 朱立就一把鼻涕一把类的诉苦 说自己已经山穷水尽 无路可走 穷困至极 请弟弟当中间人向朝廷修行 赦免了自己 不知是朱立眼纪太高 还是朱拳太年轻 总之 朱拳相信了哥哥的话 邀请他在城里住了几天 每天好吃好喝攻着 他可万万没有料到 就在这几天 朱立悄悄地买通了朵延三位首领 以及大明驻军将领 几天后 朱立提出要离开了 朱拳很高兴 亲自出门去送这尊菩萨 然而 这一送出门 他就再也回不去了 在进行仪式上 朱立一声令下 扶兵刺起 朱拳的大明驻军和朵延三位 却一动不动 除了大将朱拳奋力抵抗战此外 他们全都放下武器 投降了朱立 那一刻 朱拳的联算一定相当难看 毕竟 他可是以谋略著称的 刺激来之 则安之 朱拳被朱立挟持加入静难之役的队伍后 倒也没有耍小脾气 他尽职尽责地为朱立草女席文 参与军事策划 完成领导交办的一切任务 态度很合作 朱立很满意 朱立对朱拳表示 是成 当中分天下 四年后 事情果然成了 朱立攻入南京 在混乱之中建文帝不知去向 朱立即位 是为明成祖 这时候 应该是朱立兑现承诺的时候了 可是朱立却要根儿不提这事儿 好像从来没有说过中分天下的话是的 当然 朱拳知道朱立的为人 所谓中分天下承诺 不过是一张花饼 所以 他也没有提出更高要求 只是想把封帝从北方移到南方 以便养老 朱立爽朗的答应了 让朱拳自己选地盘 朱拳说 我要苏州 朱立回答 苏州属于经济要地 朱拳说 我要全堂 朱立还是不干 说 当年父皇把全堂封给五帝 最终没有实现 后来建文帝把他封给了自己的弟弟 也没好结果 人外之意 前藏是不祥之地 朱立抛出建宁 重庆 京州 东昌几块地盘 任朱拳选择 朱拳很无语 这几块地盘 都是偏僻之地 还不如大名呢 最终 朱拳将封地改在南昌 武朱拳在南昌封地的日子 过得很是不爽 首先 朱立将原有的布正史丝改为王府 布正史丝不但陈旧 还很狭窄 朱拳一家老小 根本就不够住 其次 不久便有人告发朱拳污谷 诽谤 朱立派锦衣卫秘密查访 没找到证据 这才作罢 通过这两件事 朱拳懂得了超光养晦的道理 从此加起尾巴做人 不再给朝廷添麻烦 参考资料 明通见明史等